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参访各位本朋友们 一直对协会的掌声 在此代表协会对各位致敬 谢谢 像理事长一样 这很努力的 然后呢 从他的心里头发出来的 在为着社会 许多的一个弱势团体 或者许多的关怀 在协处后的生命 正在为这一些生命来做交换 也要谢谢理事长 谢谢 是李老师 刘邦能 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今天为我们拍摄美好的影片 感谢刘老师 刘理事长 你好 好 我们协会参加好几次 甚至有些地方是因为参加协会才去的 例如凤山的林山国中 还有我们前镇也是 啊 小港国中吗 前镇那一项是小港国中 很多因为跟着我们会的脚步到每一个角落 去再跟做新少年的社区活动 那其实我们在想 最近我们在忙的 平常我们在忙成是建设想象 要遇见的 努力社交通 其实我们现在做最多的在思考一遍的事情 就是高零社会 在65 65岁以上大概 谢谢 我们林亚新一系列的 23号 跟日本都应该好 高零化社会 一个形式 一个形式 一个形式的设计 一个通用 高零都很精确 一个大大知道的 比较严重的 是少子化 像柬埔赛 现在背后就是前院是 很多差距 少子化 那少子化 教育 没有改革 还是用俊世纪 我们想说一般只有四个人 然后都是老师要教育 还有一点 那个管理部队的能力 那现在不是 现在一般有四五个人 二十个人 可是每一个小朋友的成长背景 都分书化 完全不同 我们小 我们那个年纪大概小学毕业 小学去念英文 学英文 念读习学 一些字母 然后才会上国座 大程度差不多 所以现在不是 现在以我们来讲 有的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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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程度都不一样 个性也不一样 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 跟我们下一代的 我们讲 少子化反了 我们的教育的体系 比是一样 要回应 或者是好 所以现在很多家庭也好 或者是 我们下一代 一定少子化了 理论上 小孩子应该要 比我们这一代要更强 我不是说他们不强 而是说 怎么要比他的教育 要更多的 在内在 在知识上 在体能上 在认识上 都更容易 但实际上 我们的社会 完全没有回应上 我们的社会 在认识上 以前我们叫 培养 现在改了 展新 那 我觉得 这是大家都 在对一个 我们的青少年的 发展 尤其是 或者其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工作 而且 后面不要开 那一个部分 尤其是 有些人 在社会上 在承担很多 被社会 miss掉的认识 那这些都是 后面不要开 灯燈 是 那我们在思考 实际的接触 有些思考 在我们的政治 在我们的工作上 在法院上 政策上 哪一个部分 需要尤其 因为 灯燈 你就可以发现到问题 那是我们参加 我们的活动 最大的收获 那也是 我们也许 大家的 在做的 都可以透过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会参加你们 然后我们对这个 这个 台湾的社会 工作问题 会更清楚 谢谢市长 然后 我替养 我亲爱的当地 都来参加 然后 多学习 现在新政 就要接放 接放 一定要美女三人三 当市长 还是三人入会 这个是每次 我们现在做的社会 所有的公务政策 我都讲三加一 第一个 你要推动哪一个政策 要盖哪个公园 要成立哪一个活动 第一个是永续 是环保 台积电来 不是经济营 它有没有环保 有没有环境永续 电 水电 什么处理 R100 第一个就是要讨论 是环境永续 第二个是 甚至是社会永续 我来我家庭 我有时候又有时候 有时候又有时候 怎么去调整 这个社会永续的问题 第三个 经济永续 当然 希望高雄 每个人的收 城市 每个人的收入 基金片 能不能增加 看到开心店 在高雄 都会看到 有环境永续的问题 社会永续的 经济永续的传统 还会加上一个 美学 美学是一个城市 那种 是说 对于环境 对于人 人跟人之间 很多那种 所谓的那种美 这个是一个 看起来 臭量求蓄 那种美 就是因为 你会尊重环境 你会尊重别人 那你能够 让这个周到的环境 让人家变得舒服 这是一个 很多内在的 那我们教大家 很少看到 像公司 罵我们的人 有市场的好朋友 那就是 你看看 很利益的嘛 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可是你们车 设计的 是世界上最不好看的 就是美学 一直过不上 因为车 賓士 都欧洲第一品牌 可是一到台湾 那一啊 就跟三四面鞋 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美学 在我们生活 是非常重要 那是我们机会 一直在 青少年 很多女艇 那我们也都在 允许上司 去实验 也在 在我们社会 也都 也都 允许 然后也 所以我们住在这里 到平安健康 所以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 祝大家 到现在 每一届的顾问 他都担任 并且呢 就是为我们 处理很多的疑难杂症 非常的感谢他 谢谢您 好的 那么呢 我们现在啊 刚好 这个我们的理事长 在台上 非常的好 因为呢我想 他在台上 要很慎重的 来感谢我们今天 所有贵宾的 莉玲 美国华实处交流协会的 创卫理事长 戴宗秦 好 还有这个 红玉混泥土股肺的 先公司的 刘嘉宏厂长 国立高雄大学系友会 哇 我们好多人来到这里了 我们的林明昕理事长 好 好 在这里哦 还有我们的余晋芳福导理事长 还有 还有林明昕主理事 以及王世昌前理事长 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来交接的呢 是我们的 硬姓 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 好 先看一下 好 要请我们呢 最美丽的慧山 好 慧山是我们的 刘慧娟的姐姐哦 大家要不要来看一下 大家要不要来看一下 不要请来掌声 我们的姐妹 我们的女生太好了 好 非常棒 今天请全力来帮助 来地上硬性进行交接 好 我们呢 看到这个硬性呢 就从我们第三届的理事长 还有呢 我们的 第四届的 刘慧娟理事长呢 好 这个我们专业 一定要有这个最美好的角度 好 好来 请看前方 好 我想呢 这是一个甜蜜的使命的任务交接时刻 我们热情的掌声来 感谢梁玉均女士长 并且恭喜刘慧君 领事长 陈均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大任 梁玉均世界的一个领事长 好感谢 谢谢 好 好 好的 你看这是非常美丽的画面 好 这两位呢 美丽的女士具有专业非常多基础 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谢谢 爱你 好 谢谢 慧娟 慧娟 敬政大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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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首先呢 我要先感谢 川慧理事长 还有 高理事长 那我的理监事干部 以及我们 想去非常关心会的 所有的 会员家人 那 今天的所有的 会宾还有 支持我们的顧问 那先给大家自己个热烈的掌声 好吗 谢谢 那我知道今天真的是好日子 因为今天很多的朋友说 他今天都要赶好几场 然后刚刚很多都是赶了好几场过 等一下还要再去赶场的 包括我自己今天也没有很多活动 那所以说 而且现在就是在一起 然后大家能够 再赶主持共向冲通过 然后我在这边向大家 为何一句公文 感谢大家 谢谢 那 就是 就是 我要感谢大家的厚爱跟支持 那让贵娟今天很荣幸能够 待任社团百人 掌心非常关怀协会的仪式长 那 这其实是一个很甜蜜 而且很重大的一个 就是甜蜜的一个责任 然后也希望说 就是 要感谢大家 就是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那 我真的感谢就是 我们的 创会理事长 那 创会理事长 他比较不愧 创会理事长 创会理事长 他在他的努力之下 那成立了我们社团百人的组织 然后建立这个协会的运作 然后带领我们做很多的工艺 那谢谢 我要谢谢 你的创会理事长 谢谢 那请给他一个掌声 谢谢 那我都非常感谢我们 副导理事长 呃 杨玉君 那杨玉君那个理事长 副导理事长 那我们之前呢 其实在很多年前 我们就一起都一直在 投入生命教育 他一起在做生命教育的推广 所以说我们其实有很深厚的 革命情感 那也很感谢说 在这个 呃 这三个任期呢 他带领了监视团队 然后那就是让一起做了很多 很有力的工艺 还有青少女的就是推广 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你 谢谢 很感谢你这样带领我们 然后这样指导我们 那也很感谢今天有很多顾问的出席啊 那谢谢顾问这么的疼惜我了 然后那也谢谢说我们的理监师干部呢 真的很感谢你 就是一路这样就是支持 然后 呃 接下来呢 就是在未来的 呃 这个 未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任期 我一定会带着大家啊 一起去推广公益 那呃 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 欸 会觉得你为什么 这么年轻 然后 那之前在银行工作 然后你为什么这么年轻 就退休 那我想说在这边也跟大家 做一个说明 这其实在我们那个 赵老师的能量 我们高能量的 早晨聚乐部里面 对啊 真的很感谢老师 要每天给我们正能量 然后就刚好就聊到 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都会做 呃就是那个 许愿单 许愿清单 对 我的 对就是我自己都会 做我的许愿表 然后那其实呢 在呃 很很特别哦 就是 在呃 103年7月31号 那时候在我银行 呜呜呜呜呜 刚好啊 25 26年之后 那刚好就遇到了气爆 那其实我曾经呢 我一直都以为说 我会在银行啊 坐到60岁 退休 今天我银行的长官也有来说 你在长官的时候 我来抓到你身后 对 对 那对 那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 那他们都是我的偶像 我一直以为说 我会跟他们一样 就是欸 我会坐到60岁 然后退休 就像公园的生活这样 但是呢 在我呃 就是刚好在 我那个买26年 那时候刚好遇到气爆 那气爆在一天 因为刚好有人在 在在现场 就在我们家的旁边 然后我是亲眼目睹 所有的高雄都在爆炸 那时候觉得很可怕 我因为好像是恐怖攻击事件 我真的就是以为 都悲战的打过啊 或是发生什么事 因为你不会想到 就是你的记忆当中 不可能气爆会这么 这么的严重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刚好停电 然后那个电话也不通 所以我那时候一个呢 躲在我家的阳台 然后一直哭泣 因为只有我也可能在家 那我就会想说 那我的家人怎么 现在怎麽样 因为那时候疫情 也整个都 就是也都被吹吹 然后吹吹到不半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很担心我的家人 想说我几次会 会不会看不到 我家人的最后一面 然后我连跟他们 要交代一点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我那时候 就一直在哭泣 然后在心里面想说 如果我今天能够 活过今天的话 那我有很多的愿望 要去实现 然后我也想说 我要去投入公益 那但是我 但是我不知道 我怎麽活过我明天 那后来到隔天的时候 那我才我刚好 我的我们的一个行员 才二十几岁 那他就在这场七暴当中 就不幸生亡 那一次大概造成 三百多人受伤 然后三十几年死亡 对包括他只消一消 然后那时候我就 对我生命 他冲击很大 我当下就觉得说 实际是到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说 是我应该要去 站出来去服务 然后也要完成 我自己的一些 人生的梦想 那我当时 我就学了两个心愿 第一个心愿 就是我希望 我能够终生学习 那在终生学习 这个部分 那就是 所以我就去完成了 我那个 在高雄大学 完成我EMBA的措施 那目前我在高雄 东西大学 在天修我升班 那也请大家 给我们掌声 去追寻我的梦想 他说我们高雄大学 EMBA 然后我们的那个 理事长 副导理事长 还有李甄士们 请问回首 好 谢谢 然后那我也就到 那个华人EMBA 继续的就是 就是毕业之后 也在华人EMBA 继续的服务 华人EMBA 谢谢你玩的很多 那个高雄大学的也是 对对对 他们 对 谢谢 对 要尖叫就给他尖叫出来 不要 不要尖叫出来 内伤 来来一个掌声 跟尖叫声 那我第二个梦想的就是希望 我就想要哄入功力 所以说我就 就是退寿之后 就一直在公立的领域上面 那所以说也会 因为这样有这个机会 然后就跟理事长 和委屈长 和司法理事长 认识 那就有这个机会 来宅心 非常关怀的协会 然后来投入 那很开心 那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够当任理事长 那华人EMBA 在这边 就跟大家承诺 我一定会带着大家的爱 然后努力的去实现 每个工艺的梦想 能够让大家 能够快乐的做工艺 好的 在这边谢谢大家 凡分 谢谢 好的 你真的学生太优秀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同影片上面呢 有提到我们的理事长刘慧君呢 他是在国内高雄大学 国际高街经营管理的硕士 也是高雄大学 华人EMBA联合会的理事兼副公关长 高雄市杰出纪念人协会的副公关长 高院科技大学的金融创新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还有南台科技大学夫妻社的指导老师 也曾经在大众商业银行的经理 担任经理 警卡内机卓越联合理会的会长 获得了中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我们这一期热烈的掌声加剑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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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慧娟没有拿自拍棒对不对 她自拍棒是我动的 今天在这里 我会领会什么 今天是人体自拍棒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呢 因着她这样的热心 留下了活动当中的倩理 真的很恭喜慧娟 我觉得她非常非常的努力 好 然后也一直在实践 好 她对于爱跟这样子的一种 高能量的汇聚 我希望大家身上看到很多的一个见证 太棒了 今天的介绍 好 好 谢谢我们的常务理事赵伟玲 好 非常感谢于我们的常务监事 还有我们的荣誉理事长陈慧 我们的福高理事长郁君 还有你的理事长 以及我们的监事丽媒 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荣誉 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荣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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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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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